近期一件发生在中国农历除夕夜的悲剧传遍了华人朋友圈 当漂泊在外的华人同胞们齐聚一堂欢度新春的大年夜里 一名在西雅图亚马逊工作的中国女孩却莫名其妙地遭遇极其恶劣的暴力袭击倒在街头 自上个月Michelle Gould在纽约地铁站被人推下铁轨不幸丧命后 这已经是近两个月以来第二起针对华人尤其是华裔女性的仇恨犯罪事件 虽然去年三月在全美范围内开始了Stop Asian Hate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但似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依旧屡见不鲜 美西时间1月31号晚6点多 在亚马逊工作的中国女孩王胜南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迈着紧凑的步伐回家赶着过春节 然而就在他走到Beltown社区时 一个手持棒球棍拿着两个大袋子的男人 偷偷跟在了他的身后并逐渐靠近 最终在走到一辆美国邮政送信车旁 此人突然把手中的袋子扔开 双手挥舞起了棒球棍 对着王的后脑勺重重一击 猛烈的袭击之下 对身后毫无防备的王胜南 来不及有任何的反应就被击倒在地 把王胜南打倒在地后 凶手立刻转身拎上自己的东西 离开了现场 只留下受害者一个人趴在冰岭的路边 从监控摄像可以看出 王胜南似乎伤势很重 他多次试图抬头起身都没有能成功 去医院做完检查后 王胜南被诊断为颅骨骨折 并伴有脑震荡的症状 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目前王和朋友住在一起 因为受了伤 他只能在床上静养 无法正常活动 后来在接受西雅图警察局调查时 他表示自己是一个人住在西雅图 他的家人都在国内 而据了解 他在国内的父母听到自己女儿遇袭的消息 几近崩溃 目前王胜南的伤势已经比较稳定 但他至今仍对袭击事件无比茫然 因为凶手一直在他身后 他甚至都没看到凶手的人影 他表示 自己就住在事发这个社区 他与嫌疑人毫无交集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袭击他 因为事件发生在他的背后 他没有看到袭击者 也不清楚他是否对他说了什么 他只是好好地走在路上 准备回家 警方表示 目前根据掌握的信息 这是一次随机的袭击 警方还未能确定 是否有种族仇恨动机 进行随机袭击的男子 很快就因为极具特征的纹身 被警方认了出来 因为他的脸上和脖子上 闻满了哭泣的图案 然后面部则是LV的纹身 最终 现年31岁的Vantes Toulos 在2月1号被捕 和上文提到的之前在纽约发生的 米什尔玉汉案相似的事 他也是一名流浪汉 而且还有不少前科 据警方的资料 自2006年以来 他已经被捕了11次 并因三级盗窃被华盛顿警方通缉 面对他犯下的累累恶行 连检察官都请求法官 拒绝他的保释 称他不应该被允许 在城市的街道上行走 简察官表示 这名男子已经对社区构成重大威胁 如果他不被拘留 很可能会实施暴力犯罪 在后续的调查中 警察发现犯罪分子 Toulos居住在一栋 专门为低收入和经历过 无家可归的临时居民提供的公寓 他对王盛南下黑手的街道 距离公寓仅有不到500尺的距离 Toulos被捕后 警察还搜索了他的公寓 在烤销中发现他袭击时所穿的衣服 不过目前行凶的棒球棒还未找到 但这依旧不会影响 他会被判下重刑的结局 看到这里 小编可以说是满脑子充满了疑问 一个身被通缉令的罪犯 是怎么住到政府救济房中呢 一个恶怪满盈的人 为何能够如此轻松的花着纳税人的钱 又对纳税人实施犯罪呢 不管是数据的佐证 还是生活在北美的居民 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近几年 美国各大主要城市犯罪率的日益升高 就拿案发的西雅图市为例 根据2021年犯罪报告 抢劫案件比前一年上升了18% 严重袭击案件上升了24% 整体暴力犯罪增加了10% 西雅图市的暴力犯罪总量 达到了14年来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 枪击事件比2020年增加了40% 造成非致命伤害143起 致命伤害31起 别看城市治安都已经糟糕到了这等地步 但西雅图竟然还面临着警力不足的问题 众所周知 分布在美东和美西的几个大城市 都是华人喜爱定居的地方 那这日益严峻的犯罪频率 可以说是大部分华人都生活在不安全地带 再加之目前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日益嚣张 华人无辜受害流血的事件 估计还会不断出现 在美国政府 包括整个社会风气没有改变之前 我们只有坚持抗议为自己发声 同时更为重要的还有 时刻保持警惕 注意安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感谢观看